今天星期的喜趣看上網有我Apple 還有呂尚 還有華愛音小師妹 Hello 大家好 大家記得看這集之前 記得要like、subscribe、share我們喜趣台youtube及facebook page 有甚麼懸殼問題都可以留言PM 以及在線上聊天室打招呼 除了說香港樓宇、物業外 國際大使我們經常都會說 之前預測的那個是嗎 沒錯 現在來到年中 年初我們阿呂Sir的預測好像很多都已經出現了 特別說過除了地震這些不好的事情之外 也有說過西方有領袖會出現一些問題 現在有沒有出現問題 美國最新都看到他們現在競選活動中 特朗普先生被人噴到耳朵爆血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很大問題 因為第一 我們不知道未來會否一定會選到 其實在之前我討論中 說西方的政治領袖 其實我們都很開名就是拜登 拜登其實我一直都認為 他現在的問題是未完結的 我們有些說了 是否黑應了 有些學生問 那算不算黑應了 退選吧 他好像退選 他退選了其中一件事 我說過給學生聽 他退選 即太陽是攝星 他下台是我們估計的 如果他競選 你問我他不會輸 其實都輸了九成左右 但問題是他退選 其實減輕了他身體的問題 這就是一些取締 當然你說是否現在等於沒有問題 我還有保留的 因為距離他的任期還未完結 明年好像1月才接任 而那個選舉是11月 好了 說回頭 你說特朗普算不算 就應了那個領袖 我覺得都未完結 整件事都未完結 因為我們上次講的 流連的事件 大家如果可以回頭看回 我們講的政治領袖的問題 另外戰爭是不會停止的 等一等 另外我們講台海局勢都發生過 我們有一集都講了 什麼時候會不會大件事 另外就是美國大選 11月大選會有些動盪 動盪就包含了可能 由11月開始到接內1月 那牽涉到什麼動盪呢 可能會不會是經濟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政治的問題 這個我們有講 另外我們有講過貿易戰 這個就不是預測那段 好像在掛像那裡都講過 一會兒我都賴著 好了現在回到頭 先講了我們講的 這些新聞性強一點 拜登的對選 特朗普又中槍 有時我多口笑一下 因為我看過有些很心急 立即批 特朗普命格會不會怎樣 我看到而已 不記得哪個師傅 不是針對他的 他說是因為犯太歲 犯太歲就會中槍 被人射一槍 很多人就是 特朗普要射槍 原來熟狗的特朗普要射槍 接手的何錦麗 原來都犯太歲 他龍年出生 他甲臣龍年出生 他今年都會犯太歲 甲臣龍年出生 年輕人他能保持多歲 他想著他幾歲 他不像六十歲 他很有趣 如果我初步研究 他的名格 是異父的角色 他最近也很遲 才結婚 我看他的資料 我本來嘗試想找他的名本 但一個時辰 要猜 時間上 我要花多少精神 我暫時就 不去做這件事 反正我不是要去競選 總統估計他這樣做 而我想透過這件事 我想知道是甚麼 大家關心是甚麼 他美國那個領袖的取態 包括誰上台 會不會加息 減息 是否會影響 他們跟中國的關係 的敵對關係 或者針對關係 這個才是重點 即我要關心這件事 關心香港 我不是關心美國 那好了 如果 川普上台 有些人很害怕 近日股市跌 就是因為害怕 這叫特朗普效應 那些人已經很害怕 你未聽過 有些人說 因為一說 他曾經說過一句 他說甚麼 他說要加中國 六十個百分之關稅 那便少了 六十個百分之關 因為如果你細心些 假設如果是拜登選 差不多 我想著他有很大的勝算 而拜登選的話 就算輸 他要助選 那些 他可能會早一點減息 早一點減息 但現在特朗普 他可能會遲些 因為特朗普的經濟 大家只聽到 對抗 即是說要和中國對抗 對敵 但其實如果你細心些去留意他 包括他上一次上台 他除了高關稅之外 他有幾個立場 第一就是他減稅 減甚麼稅 減他不是有錢老的稅 他是生意的 但老婆是一個生意老 所以他是減稅 減稅對他們固然有利 但是減了收入何來呢 於是怎樣 游印銀子 另外一件事 他就徵關稅 我們說了 最重要是甚麼 他要減息 減息 一動就減息 你不要忘記他們做生意 他們的生意老 借貸利息 是直接決定他的成本 所以其實那幾件事 除了我們看到 關稅很恐怖之外 大家很擔心之外 但如果細心些去想 其實如果他這樣又 印銀子 即是他那個長久減稅 即是他有錢的減稅 而還有這個 低利息減息的政策底下 即可能他 我剛才所說的 他可能阻止他早減息 現在阻止不到 但遲些他留下一次 他一樣會減息 那如果他減息的時候 他對那個美金影響 美金如果縮下來的時候 你似乎對港幣就會貶值 香港的息口也會減低 這個反而 其實對香港物業 或者投資市場是有利的 絕對不是一件很差的事 當然 風波那樣 通脹 剛才說的印銀子的減稅 以及高關稅 但結果高關稅 你進口除非不用 進口的東西又貴了 美國貴了 大佬所有東西都貴了 所有東西貴了 即是通脹 之前你記不記得 我又在之前說過會怎樣 今年是那個通脹的開始 我說過的東西會越來越貴 事實上證明到 又公屋都加租 另外很多地鐵現在搭到很貴 即是所有東西都貴了 而在美國 或者再影響全歐洲 或者全國九運 我都說過 2024年只不過是這個 通脹週期的開始 絕對不是一個階段性 所以我們估計 如果特朗普上場 通脹一定非常之厲害 至於你說樓價 我看過有些說法 就是特朗普上到後 會加息 然後香港的樓價萬劫不服 當然很多人看 很喜歡 你不知為何 你香港末日 臨當些 就很多人看 我就不知為何 但至於那個貿易戰 我又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民主和共和 哪個黨 拜登也好 賀錦麗也好 哪個上場都是打你中國 那是一個大方向 大家不要幻想 這方面小師妹懂不懂 不懂 不過好像人們說到 大安普一被人射了一隻耳朵 就一定會當選 那些人說那支槍不是射特朗普 而是射死了拜登 立即下台他射完之後 是的 他沒有中槍 但他隔山打牛 隔著就射死了他 其實他不想下台 但也被迫 可能拜登想 鬼異的名笑 說拜登經常都有 是嗎 是他的問題 好了 接下去就是 剛才我先講 哪個上場都是敵對中國 好了 是不是真的特朗普贏了 其實有些說法很簡單 九運 九運是甚麼 雷人 雷人 中雷 這個正確是當雲 但他六十歲算不算中雷 現在也是 我也是 五十歲結出青年 五十幾歲都是 八二歲都是中年 一百二十歲隨意 我們有辦法玩 問題是今年 接下去明年都淡化了幾 是不是沒有機會 其實是一個可能的 我估計 因為我剛才一開始已經講 為甚麼我說 我擔心拜登的事情都未完 因為你看到他 我不是說他癡癡癡的問題 他會不會完成任期 因為到現在都有幾個月 他身體健康狀況 大家都擔心 或者甚至會不會 後面的壓力 除了逼他退選會 逼他早點下台都會有影響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他們那個女性 是少數族裔 他如果早點上台 會估一些少數族裔的選票 避免了傳統這個 特朗普這些極端主義 很受歡迎 有減稅 富人會很光顧 那萬一 其實我說甚麼 萬一拜登出事 即我們在說這件事未完 我還保留這件事 萬一拜登出事 有利於賀錦衛上台 我不是說九運 就不會女人抬頭 大家最遲等 2027年的丁年 丁茂年之間 怎樣都有個女人抬頭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記得我們說的十年掛運 或者這個 直年掛裏面的掛運 和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元運 都牽涉到女人很辛苦 而這件事有機會會發生在中國 當然西方都有可能 因為元運 我們以我們中國為先 正如我們看到 我們走的近掛在東北 我看到韓國也沒有說那個年輕人做總統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至於他抬頭那些 我不排除 可能在學習是否下一回合 這次就算不行 可能另外一些 我看過的報道 那個奧巴馬的老婆也有機會 很厲害 那這些是後話 重點就是 我們在說 拜登還有沒有事 反而是我最關心的 這個就是 我們要留意到 那好了 如果我們在說 他有甚麼轉變呢 其實 大方向我告訴你 我們之前預測 由那個政治這些 美國那些人 有沒有事 影響著呢 其實影響著最重要 是美股的走勢 美股我曾經說過 還沒死 沒有事 是否等到甚麼時候呢 大選過後特別是 我估計 大家現在 美股還升又破新高 有些人說 很擔心 有些朋友在買 那我相信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美股好像毒品那樣 上了癮就無法 那是否沒事呢 我大方向我都說 如果是這樣 有人指 美股還沒死 有段時間都不死 不過調整是難免 那調整甚麼時候呢 我估計 就去到農曆年那個位 農曆年那個位 新年年過後 接近農曆年前後 即是美國大選完了 陳安樂定 那之後 萬一有甚麼事 那美國便可以出手減息 而這個 2025年 2025年會 明顯些 這個大家如果 不記得 你回看我前面 也有講過息口 雖然說 不是很肯定 是否一定要 今年的年底 但我都說 今年年底 減一節息都好 香港都未必跟 明顯些 要等到明年 這個是大方向 包括樓市都是這樣 那大家說 不同人上場會影響 這個我又可以拉少少 大家不要幻想 或者誤會了 這個共和黨 還是民主黨 拜登上場 還是賀錦麗上場 或者特朗普上場 會改變他們的大方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減息 其實是由那個聯儲局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說過 其實現在都公開了 以前有很久以前 貨幣轉身 都說到好像很邪惡 很恐怖 當然你吸收多些知識 它又不是純無的放置 但又未必 說到那麼恐怖 但有一件事 聯儲局是由那些 銀行家去控制 那私人銀行家 就不是大家 想到那麼政治性 當然大家協商了 又是那些銀行家 你見到那時候 減息 有些什麼危險 又是這樣 所以扭轉不到大方向 你見到那些股東 現在你上網看看 可能匯豐也有份 有幾個百分的 什麼中國工商銀行 其他那些 大部分都是摩根 City Bank那些 做了大股東 所以大家不要幻想那麼多 但好了 如果我們回到流年的四化升 還未走完 正如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那些西方的政治領袖 和我們的經濟問題 都未走完 那大家是不是很擔心呢 我說也不用那麼擔心 年底怎麼都會 就算你說危險 現在很弱的股市 香港股市 或者國內股市 短暫了 接近年底 還有一串反彈 那明年呢 暫時我看還是向好 因為有個減息的利好機會 那大家信不信 把不把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至於呢 通脹呢 我也告訴你 剛剛開始的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那你要注意一下那些 就像公屋 衣食住行 車那些 有加沒有減 大家不要幻想 現在要注意一下 但是 重新一次我曾經說過 樓價還未動 然後怎樣呢 我說過 那些私樓的租金會上升 有沒有印象 有 那現在如果你看 你看看新聞 現在已經顯示了 但是我又可以告訴你 這段還未升完 那我相信 接下來九月 真的有些什麼 專才也好 讀書那些 又會繼續的 那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租金升很多 你又通脹 樓價又下跌 跌到差不多的泡 租金如過 除非租金停了 否則 那些樓價 就跌到差不多 跌不下 那那邊有些沽出 那些我就說過 2024年 下半年 你可以進場 你便進場 如果身後特別便宜 你便可以留意一下 由年底 到明年 都是機遇 大家又有興趣 你又相信 你便做一下 至於你說 那些屋院的租金 有些說法 就是那些人 轉了去租樓 其實我告訴大家 大部分租的樓 而必定的價 是大部分是 新或者半新的樓 那就是很多 國內的學生下來 和一些所謂的專才 會推得高些 他們會選擇這些地方 那最後下半年 我一定要提醒 就是 我們不是說過 市長會經常提醒 說預測地震地震 香港震源 一件事 但是外面震源未 很重要 另外至於香港 風災水災未完 接下來風災水災特別 你看到 我記得 如果你看回那個 那些高危的地方 包括我們經常說 銀花村 就是那個山竹浸的地方 大家要 保安全都沒有用水浸的車 要注射一下 另外就是 那些將軍澳南 或者那些海皮那些 浸了那些 小心 水災有沒有那麼嚴重 我記得開頭 已經說過 今年夾十年 復淫那個 香港的七月一日元 那個日元 那危險在什麼 神 神是一個水庫 所以今年特別多水 大家要留意一下 風災水災 好像每個星期都會下一日雨 不止一日 現在不是一天什麼事 或者突然下10mm雨 是持續十幾天 打風 打風 龍蓮 龍是怎樣 龍在龍宮 所以神是龍蓮 神龍在下面吸好水 飛上天 飛上天 飛上天就不斷吐出來 所以是龍蓮 所以你跟著這個水庫就留意一下 有機會我講一下這些 龍生物 神獸 今年大家要注意一下 希望大家通好些渠 去水 小姐妹有什麼問題 主要都是 因為我們 一直都要剔下 呂Sir說的事情 有些什麼已經發生了 有些大陸放水 香港就淋水 是的 大家又可以看看 究竟未來美國大選的結果 又會是怎樣 還有有些什麼問題 都可以繼續在這個留言區 至底留言 還有記得要like、subscribe、share 我們起床台youtube 和facebook page 有些什麼軟件問題 我們繼續在留言區 聊聊聊天 我們今個禮拜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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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